当耶稣教导我们祷告 他第一样的事情就是 他要你看中一个的关系 怎样的关系是最亲密的 多少人希望你来到神的面前 祷告的时候 你是感觉到神跟你很靠近的 要不要这样 神渴慕我们 称他为父 因为他真的是我们的天父 所以弟兄前面 我知道 你也知道我们在天上的父 但是你到底是用脑知道呢 还是用心相信 什么时候我用心一相信 我可以感受到那个爱 不断地进到我里面 我流着眼泪 我说父啊 谢谢你如此地爱我们 但是问题就是 今天很多的基督徒 为什么不能够感受到 天父的爱呢 因为有很多人 不是儿女 是孤儿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是否常常你需要 伪装自己呢 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神啊 一切都平安 感谢主 那天我听到一个牧者 讲一句话 有一个人在祷告 神啊 谢谢你 一切都很好 他刚刚告诉那个姐妹说 你的祷告很假 他马上讲过来 神啊 为什么 你不是慈爱的神吗 你为什么烂这件事情 哇 真的真面孔出来了 原来他里面是埋怨 哇 很多的埋怨 那个牧师说 这个才是真正的祷告 当然 你不要学 等下我不想听到后面 什么 不公平 但是我要讲的就是 放下自己 不要假装 来到神的面前 痛苦就痛苦 流泪就流泪 说神啊 我不行 我就是不行 我需要你 多少人知道神爱我们 我需要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